谢谢你啊 艾米 那我一会儿到公司之后 把盖了账的合同给你发过去 之后就多麻烦你了 夏老师 我跟大发那边的艾米 沟通过了 合同我也会继续更进的 您放心吧 小杨 上次我发给你歌词你判了呢 有啥想法告诉我哟 我找两个夹子 我亲爱的 我最近都要忙死了 晚上吧 晚上我有空的时候看 怎么了 一统的工作这么困难 要是都像你这样 我也不会有这么难做了 对了 我们下个月有一个 萌宠训养类节目想找贾老师 我下桌吧 下桌给你详细碰你啊 好的你的事好说 喂 妈 你在哪儿呢 我在轻轨上啊 我去报社上班 好 我到重庆了 你晚上下班啊 来酒店找我 我把地址发给你 我们谈一谈 好 我去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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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办事 而且咱们佟姐有约 让嘉宾表演一直就是这样 没有说因为谁来 就对她提出特殊要求 也从来没有过 因为谁 就改变我们节目的形态 理解理解 但您看 规则是死的 人是活的嘛 咱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灵魂一变吧 我变了佟姐 窜了 你负责 佟姐也不会那么容易就窜 总还是有办法了嘛 就是就是就是 我们大家在想想办法嘛 对不对 你有办法吗 那这样吧 咱们呀 绝对不能破了佟姐的规矩 但是 也别为难峰哥让她唱歌了 她转型真的转得非常辛苦 我去跟她商量 让她 表演一个 乐器演奏 怎么样 咱们峰哥可真是没有在公共场合 有过乐器演奏啊 处女秀 给咱们节目了 给佟姐了 我们这诚意可以了吧 我觉得这挺有新意的 什么乐器啊 唢呐 喂 您好 请问是五线补乐器行吗 对对对 请问您那儿有唢呐卖吗 喂 喂 您好请问您是重庆的卖家是吗 要不我现在下单的话 同城我可以直接去取吗 喂 舅舅啊 我想问您的事 咱们学校的乐团 有没有吹唢呐的呀 您好 嗯 咱们学校的乐团 我们乐器都在这边呢 好 我到酒店了 你今天下班 等你吃饭 行嘞姐 那您一会把地址发给我 行行行 麻烦了麻烦了 谢谢啊 拜拜 妈 报社今天加班 我就不去酒店找你了 明天再过去 嗯 嗯 我说我说是可以带你了 好 他通过对一个姑娘的描摹 表达了爱情的遗憾与你好吗 但我个人感觉 文字有点过于堆砌了 就会让人感觉不够真诚 不够走心 就比如那句喜怒哀乐不信仪色 有点太书面了 不如用更直白 更口语的方式去表达 这样感觉可能能够更打动人吧 收到 我转达给贾老师 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 简直的 我从一大早忙到现在 就为了给风哥找一个锁呢 你看行 你怎么不找我 我有啊 找我啊 加斯汀有 没事儿没事儿我已经搞定了 谢谢了阿丹姐 你吓我了你个衰啊 我刚改完稿子呢 你怎么这么晚交回来啊 没有了这个 什么东西啊 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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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想到啊 我养家前有一天 迷失重庆春 前回为了一个锁呢 家没要用呢 你这个一同当的 关天关地关一切 就是管不好我自己 我妈来重庆的话 今晚约我来着 我为了这个破玩意儿 放了我妈的口子 你胆子越来越大 你妈又回来出差了 该是吧 我明天就见她 是 你还在骗她 你在我们西南包园实习呢 我妈要知道我当了一同 不得业了 你还是尽快跟她说实话吧 嗯 明天见招拆招吧 大姐 你快点 我知道我也快迟到了 大姐到底做了个什么工作啊 要不是我今天早起 我觉得我已经一辈子没有看过大姐了 是啊 整个一零零七 全天无休 好 大姐 我变不住啊 好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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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不觉这音幕特别像我们大一大二 赶着去上课那话 尤其是你 今天起这么早 真难得 什么意思啊 我也问事要忙什么 你找个工作了 对 我没认识再告诉你 好 好 好 这话 别吵 大家走了啊姐妹们 我今天有选题会 祝我好运吧 好 我妈今天又召唤我 也祝我好运 走了啊 走了啊 好 幸福 走了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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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也是前天刚刚听说的 那天老徐也给我打电话了 这也太突然了 说不干就不干了 多可惜啊 我觉得她一直挺想去北京的 只是你们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人格有志吧 朗朗 你留下来做个会计记录 好 那我去准备一下 好 你这衣服怎么穿呢 你这要不就塞进去 要不然就放出来 你这看着好奇怪啊 知道了 我给你买早饭 重庆的油茶 放酒就不好吃了 太油了 我吃不了 你过来坐会儿吧 好 你昨天晚上到几点啊 你们这实习还这么忙 对 就最近有一个那个专题报道 总是开会 这其实实习吧 就是拿个实习鉴定 你可千万别忽略了注册 我这次来呢 是来调研这边的考验培训机构的 之前我让你自己找一找 这都多久了也没个下文 我 我最近太忙了吗 我知道你差的这三分 对你打击很大 但是你不能因此而放弃 你知道吗 这个学期永远都是这样 只要你不放弃他 他也不会放弃你 你看着我给你 小号我来了以后找了几家 嘉倩嘉倩 所那儿到哪儿了呀 节目快开始了 你快点 好 在路上了 马上倒有点堵 你看一下 那个妈 我下午有一个策划会 然后主编领导什么的都会来 我要是请假不太合适 行吧 那我马上再一起吃饭 好 那我先走了妈 晚上见 这孩子 真够忙的 子玲姐 我们现在录制的是 这一季的第三期 嘉倩是风格 后面的嘉倩名单 我们以后随时更新的 我接电话 快快快快 最后一分钟研究啊 我觉得这么一个女性议题 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在这儿讨论 也意义不大 朗朗 如果是让你选 你会选哪个方向 最后一个吧 虽然大家现在都在强调 女性意识的崛起 但我觉得 女性要的并不是无条件的怜悯 其实男女平等很简单 就是字面意思 同工同仇 既不因为我是女性 我就处于一个社会的弱势 也不因为我们是女性 就想有一些性别特征 有点意思啊 果然是你教出来学 这想法都跟你不谋而合呀 朗朗 你把你手头那几个 节能减排的项目先放一放 先着手抓一下这个项目 好 没问题 您别生气吧 您再去协调戏调好不好 我不管啊 要求是佟姐提的 她们要协调就让她们去协调佟姐 我协调不了 我也搞不定 佟姐觉得刚才那一盘没有发挥好想重录 但风哥那边麦都摘了 两边真僵持呢 佟姐都红了这么多年了 对吧 咱们要相信她的业务能力 是不是 那您看 再怎么跟风哥那边说一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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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杨老板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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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肖老师 要不我们再去找萱姐说一下吧 我感觉她挺民事理的 我这给他们老板打电话 让他们老板说去吧 好 好 你跟我来 好 老师好 陈欣 风哥 辛苦了 什么事 我就是想表达一下 刚才录节目的时候啊 我就在测台 我觉得您今天讲的呀 特别精彩 后来这唆纳声一出啊 我都听哭了 是吧 我也觉得挺好的 所以 你说佟姐是不是太纠结了 佟姐啊 是有一点小纠结 但是她这个小纠结呢 就是为了咱们的 节目的艺术品质 是 您说您今天聊的那种 吹的唆纳 那哪一条播出去 那都是要上热搜的呀 是不是 所以 您看咱把这趴 再录一遍 薄一条 那不行 我这第二遍 也吹不成那样 唆纳这事对我来说 本身就挺勉强的吧 不是 你说你们弄一谈话节目 都是视线商量好的事 怎么零了 又是让我唱歌 又是让我这个吹唆呐呢 之前是怎么沟通的 萱萱 对不起 峰哥 是我的问题 我之前没有沟通好 给您和萱姐添麻烦了 真的对不起 她是我们这儿实习生 你晚辈 您别跟晚辈一般见识 是是是 之前没沟通明白 到了现场把我往那儿移架了 弄得我是措手不及啊 嗯 你说我不合作吧 你们又说我难搞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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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哥人这么nice 对不对 对呀 要不这样 峰哥 佟姐那边呢 我去搞定 锁了 咱就不吹了 刚才那一遍已经吹得非常精彩了 就用那一遍 咱们呢 就坐那儿 把这话题啊 再聊一下 没准还能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呢 真没准 咱们也多几个话题 多上几个热搜嘛 行 走吧 走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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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时间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给个峰哥这边钱的啊 救我 您是老师也清楚 像你闺女的这种情况啊 属于二战考研 很多自律性不太好的学生 都坚持不下来 所以我们比较推荐选择 封闭式的课程 来 你看 考研全封闭班 这是一个基本介绍 我今天比较两家考研培训班 有封闭的也有半封闭的 我觉得还是读封闭的好 精实化管理 大概六两块钱左右 我也想省钱 但他今年太可惜了 差三分没考上 没他成绩好的人都上了 不行 必须要迫不沉重 不能再出任何问题了 我还没跟他吃上饭呢 也不知道他那报社的实习 怎么这么忙的 我觉得第二边录的呀 真是太绝了 好几个点啊 您抓得特别好 我觉得这一期播出的效果 一定非常非常好 获奖 获奖 真是感谢您的配合啊 获奖 获奖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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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送到这儿吧 车已经到了 我们往外面送送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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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凤哥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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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东西 凤哥 这个呀 我当年只买了这一瓶啊 05年的布尔多 您尝尝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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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好这个呀 你们这工作做得很细致啊 我是真没想到 你们还把这个唢呐给准备了 这玩意儿 我是很长时间没碰了 今儿这一碰呢 你别说 我还真有点想念 这样 唢呐我们也送给您了 这样吧 明天啊 让小杨送到公司去 轩轩 那麻烦了 不麻烦 不麻烦 别谢我们 我们还得谢谢您呢 感谢您配合我们 好 好 好 凤哥 车等半天了 咱们走吧 行 好 好 好 我先走了 那我就不远送了 好好好 好 轩轩 您好 您好联系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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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 这个风哥果然名不虚传啊 小老师 你知道吗 幸亏隔壁节目的一同老师 提前给我打过预防针了 行了 那活儿也干完了 回去好好休息 小杨 不错啊 明天别忘了送送唢呐啊 那我跟老板开会去了啊 你们忙吧啊 拜拜 小老师 拜拜 七姐 妈 对不起啊 我刚忙完 明天中午我去找您吃午饭吧 啊 他给你吃午饭吧 我去吃点了 我去吃午饭吧 大姐 怎么不晚回来 我去吃饭了 一天 你快吃 你快吃 对不起 小老师 嗯 没吃早点啊 嗯 我这儿有一块饼干 好 谢谢啊 对不起 小老师 嗯 我吃了 好 来 坐吧 哎 过去老门 来 来 来 那我们开始 哎 小琪 说说你的方案 我的方案是这样子的 嗯 市面上呢 做动物猛宠元素类的 真恩秀节目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呢 就是湖南卫视的 奇妙的朋友 在参与的嘉宾上 除了芒果自己的 主持人外 他们还邀请了 当时的流量大咖 我分析了 所有节目的数据之后 根据他们的搭配方式 制定了一个 顶流嘉宾的名单 您看一下 嗯 你看看看看 哎 小杨 说说你的方案 嗯 我列的嘉宾名单 方向和奇姐不太一样 我再回去改改吧 那没事 你先说说 嗯 我想的是 咱们这次服务的这场节目 依托的是网络平台嘛 所以制作体量会相对较小一点 对顶流的信力也会相对较弱 所以我的思路是找一些 年轻有质感的新生蛋 他们爱玩也敢玩 在节目上表现力会更好 而我们这边呢 可以通过一些话题的打造 来弥补 流量较弱的问题 我都可以啊 不过 之前真不太想搜这些大卡了 要不我建议按小杨的方案 我们先谋谋底 行 那这两天 我们尽快给你一个反馈 小杨 根据你的方案 你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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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您申请一件事 嗯 我可以住到公司的宿舍吗 因为我现在住的还是学校宿舍 我晚上回去容易打扰到室友休息 没问题 正好跟小杰一块住那个市场部的女孩搬走了 回头我跟她说一声 你就搬过去吧 好 行 谢谢小老师 好吃这个 哦 好 谢谢 琪姐 我刚才听小老师说 你那边有空房间什么 嗯 是啊 怎么 你要搬过来啊 因为最近不是录制总加班吗 我回去又太远了 我没吵到室友休息 好啊 行 那我跟我妈吃个中饭 然后我回宿舍休息一下 我就搬过去 嗨 莉莉 密码锁 我放你手机上 我这调研了好几家 就这两家是最靠谱的 其实选择很多 但我呢 是建议选择封闭式管理的课程 虽然会苦一些 但是你苦这半年 换来的前途是值得的 嗯 你看一看 实在不行 半封闭的也可以考虑 最关键的是 妈妈希望你这半年 能够专注在复习上 不要分心 好好吃饭 吃饭的时候别看出来 嗯 好 你这就查三分 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今年一定要抱着这种 破釜沉舟的心态 一定要好好考 妈 妈 其实我考虑了一下 这段时间工作下来 工作也能给我很大的成长和锻炼 我在想 是不是就不考验了 工作也是一种选择 发什么呆呢 没有 你不知道我这孩子太可惜了 就差这三分的就差这三分 我家里面是辞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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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姐 我到门口了 但是这个电子锁密码 我没有收到耶 没事 您放心吧 肖老师那边都已经 嘱咐过了 没事 不客气 拜拜 贾老师新歌的试验出来了 你听听 丹姐 我手机快没电了 我晚上时候再听吧 贾老师新歌的试验出来了 跑快点 贾老师 尾巴 最后 犯人 梓碟 振药 小这碟 货名 张老师 希望这些对你能有帮助 这么多 我刚刚在资料室找着焦头烂额 一点头绪都没有 谢谢你 加油 行 行 行 知道了 知道了 你现在越来越啰嗦 你交在事我还能干不好吧 行 你就等着请我吃饭吧 对 我今天下午就安排啊 嗯 今天下午我就给您送过去 嗯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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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你好 我想找一下杨嘉倩 杨什么 嘉倩 嘉倩 对不起啊 我们这里好像没有这个人 不 你确定吗 他是那个西南传媒大学大寺的 西传的倒是有个高 不过他不姓杨 姓夏 对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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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谢谢 你上海还真是天美的 上海还真是天美的 妈 你怎么来 好 妈 您怎么来了 你从哪儿回来 我老师 哪儿 杨嘉倩 你在骗我什么 你这什么东西啊 你在当我什么 这什么东西啊 杨嘉倩 你还在追行 你追得还不够惨吗 你考得研呢 你的报事实习呢 你怎么就能在我面前轻描淡下说出这些谎话啊 我这辈子教了那么多学生 我竟然教育不好自己的女儿 还亏我大老远来看你 是 嘉倩 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让我以后怎么再相信你啊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我没有考研 也没有去报社实习 我在做艺人统筹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去吧 我去吧 我不要 我去啊 我去吧 那天 我去吧 我去吧 那天 你 我去吧 妈 从小到大 我都特别怕你 你不喜欢的呢 我就不可以喜欢 你觉得不对的东西我也不可以认为是正确的 在家里是这样 在学校里你还是这样 就因为你是教导主任 所有同学都害怕你 讨厌我 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贾斯宁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跟我说过 只有他的故事 他的音乐 让我相信 所以人原来可以这么勇敢了 人原来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把我所有不敢做的事情 都寄托在他身上 希望他可以成功 他也一定要成功 因为只有他成功了 好像就代表着我也成功了一样 我 我是骗了你 因为我根本就不敢跟你说 你也不会听我说什么 从小到大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会要求我完成 你让我完成的东西 按照你的意愿去过我的生活 但是你从来不在乎 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杨嘉倩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呢 你根本就不在乎 妈 对不起 我没有考验 我也没有去包社实习 我在做艺人统筹 我喜欢也珍惜这份工作 以后 我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走我自己的路了 对不起 他很冷了是吧 大姐 去忙啊 工作不开心 确实你我也家猜吧 可以 没有 阿姨 我觉得这是您的呢 没事 阿姨 你坐 您拨到的号码暂时无人接近 你听听这段怎么样 丹姐 我这话实在是没有心情听 我晚一点再听吧 怎么了呢 我 我刚跟我妈摊牌了 我现在离家出走了 我妈现在恨死我了 公司同事也讨厌我 不让我进宿舍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好失败啊 我明明那么努力地想要爱这个世界 但好像全世界都与我为一 丹姐 你帮我查一下 梅思杨现在公司老板的电话呗 阿姨 您别着急 小雨已经开始联系加钱了 阿姨 您别生气了 嘉欣骗你确实是她做得不对 但其实她是我们四个女孩中最听话的那个 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 都避免不了一些跟父母之间的分歧 你们总是希望我们能更好 希望我们少走一些玩弱 阿姨 我知道去年才真正地明白 父母是不能牵着我们走一辈子的 成长的路上虽然我们会有跌倒摔跤的时候 也一定要经历一些风雨 但现在只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自己开心地喜欢的 就算再辛苦再烈 我们也都不会有抱怨的 你们已经为我们做得够多了 接下来的路 是让我们自己走吧 阿姨 我联系上夹起了 她不是故意关机的 是手机没电了 刚好找到春天宝冲伤 她在哪儿啊 小伙子 请问你知道这个地址在哪儿吗 我是找半天 阿姨 就在那座 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阿姨 阿姨 她们都说我长得像梁靖康 其实我叫丁外孙 不是 我说眼熟呢 您应该去啊 谢谢啊 琪姐 你回来了 是你啊 没事吧 没事 碰我 你找我干吗 你不是要把电子密码告诉我吗 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 打电话你也不接 我为什么要回你啊 你故意不回我的 对啊 你才发现啊 我就是不想和你住在一起 你不觉得 你看起来真的很碍眼吗 你凭什么推我 我推的就是你 住手 我是杨嘉倩的妈妈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如果是杨嘉倩做错了 我可以让她道歉 但是你要再敢碰我女儿一下 我不会让你好看 晚上冷你穿多点 你走啊 有人说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母亲都是超人 她们无论对你多凶狠 多冷酷 多无情 但只要你有危险 她们都会从天而降解救自己的孩子 为难 妈 您是怎么找到这儿呢 你是有告诉我的 你以后去哪儿啊 都要留地址 要有安全理事 知道吗 妈 对不起啊 倩倩 你说的话 妈妈听不去了 这些年妈妈的确是 一直在安排你做什么 从来没有问过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愿意告诉我吗 你为什么想做些没这些 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 看起来是各种沟通服务 但其实又往后做我会发现 这份工作在做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那些看似很复杂的人际关系 只要通过以心换心的真诚 所有人所有事 都可以被串得井井有条的 这些 其实是您从小教给我的 这份工作很累 很辛苦 很辛苦 但每一次解决一个问题 有导演或者嘉宾肯定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特别满足 包括每一次我看到 节目的片尾有我名字的时候 我就会想 会不会有一天 你和爸爸也会在电视上看到我的名字 然后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 你们会不会也会为我骄傲 妈妈懂了 妈妈懂了 你不用送了啊 真的不用我送你吗 你忙吧 我自己能行 妈 这个 我知道你过敏 它这个是防过敏的 你让爸多给你染染 我给你买早饭 重庆的油茶 放酒就不好吃了 太油了 我吃不了 好 你过来坐会儿 等一下啊 好好照顾自己 放心吧 走了啊 嗯 女儿 对不起 我好像从来没和你说过对不起 但是妈妈这次 很真心的想对你说出这三个字 过去 我一直觉得 没有把你按照我设定的方式 教育成才 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但现在我觉得 如果让你勉强着活得不开心 不幸福 那才是我最大的失败 那才是我最大的失败 接下去的人生 就按照你自己的心继续走 我相信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做什么都一定是最棒的 还有这次发现 你这工作啊 手机是个消耗品 你老盯着屏幕 一定要注意休息眼睛 这么多的高度 我提起 快点广播 错过后面的背 音乐是你的生活 感谢大家的继续生活 这个是段第一首歌 来自我们的蒋克斯丁佳老师 没错 这一次她又毫无预警地发了新歌 Miss Y 丹姐 我要改名字了 Miss 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任青春过些时间 不回头的向前 将我疯狂誓言 一一对线作 各一类 对抗整个世界 千篇一律的副歌面孔 像同座寻传 才能有时无恐 听着所有的不屑嘲弄 就算伤口流血不止 我的勇敢 独自歌颂 把风刺流泪那天 当作最初机缘 纠结都还给明天 在心内枯萎之间 打破所有欲言 回到无拘无数的 那座乐园 若不逊色闪电 为这情况假面 雏鸟也敢做空缺 任青春过些时间 不回头的向前 将我疯狂誓言 一一对线作 各一类 拯救这个世界 千篇一律的 复刻面孔 像同座寻传 才能有时无恐 迎着所有的 不屑嘲弄 就算伤口流血不止 我的勇敢 我独自歌颂 不屑嘲弥宝 不屑嘲弥宝 不屑嘲弥宝